2020年是小溪来中国的第二年 对很多人来说 这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对小溪来说 也是充满回忆的一年 1月 我第一次自己开车 带小溪出去玩 在宁静的陆湖公园 度过美好的下午 2月小溪长了26天的回春季 我们在西巴家 度过了一个特别的春节 3月我们喜欢上好吃的马鲸 小溪的第五双小绿鞋还坏了 4月我们搬家了 因为不适应新环境 小溪乱杀尿了 西老板是最后一个搬家的 搬家后 笑笑妈妈还送我们一只鸡 很好吃 小溪也慢慢熟悉了新家 这是厨房 新的床 新的拉臭臭地方 5月小溪和粉丝们在直播中 云度过了她4岁的生日 我们准备了很多礼物给粉丝们 也谢谢你们的礼物 还有快离开广州的小姐姐小哥哥来到小溪 6月我们带小溪自驾游去了广西和云南 我们还和南岭毛孩面积了 沿着我们旅程的路途 遇到了很多小姐姐小哥哥 毛孩们小溪来到了她的故乡 昆明 感受了第一次当秋千 第一次在雪山下玩 7月 旅如回来后小溪赶紧继续上她的游泳课 这个小机灵每一次都在偷懒 这个月我们推出的新家改良版兜兜 也终于面试了 8月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们也认识了乖乖 她和小溪很同缘 但不知道现在她过得怎么样 我们还和Jason大哥第一次见面了 一贯还是半夜将吃饭的小溪 来到了9月 我们和爷奶见面了 之后带小溪去了真诚交友 10月见面了臭臭妈妈 这是我们第二年的见面 还去了惠州抗海 这是小溪狗生中第一次抗海 我们还和菲菲面鸡 菲菲弟弟很苦婆 10月最珍贵的回忆是提提来我们家 小溪从此也多了一个妹妹 11月小溪参加了广佛 特别的嫌弃 只想默默的走开 我们还推出了西家使用便携包包 在家他们两个就是这样子玩的 最后希望2021年的小溪依然健康开心 提提在我们家开开心心的展望 大家一起去更多的地方 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谢谢喜欢西州的你们 2021我们继续互相陪伴 最后谢谢大家多多关注小溪 再不关注我们真的快凉了 我跟着近一点 在那这些设计划 是我们该下期待 我们转到这些设计的 在这些设定后 我们要一起扣进的 我们愿意 有一些设计的 把关注 oui 好的 我们就看 我们怖 这些设计是